中国从2014年开始严厉打贪和速赌 严重冲击了以博彩业为主的香港赌船行业 在大陆客锐减的情况下 赌船业者顿时陷入了财务困境 就黄新号就是其中一艘深受影响的赌船 船主无法支付薪水给船上的46名船员 竟然引发船员大战赌船 更誓言一天拿不到被拖欠的40万美元的薪水 就坚决不下船 要抗争到底 香港澳门博彩业鼎盛辉煌时期 每晚8点就有多达12艘赌船 从尖沙嘴码头出发前往公海 但好景不长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雷厉打贪和速赌 不少好赌的大陆客和政要权贵都打退堂鼓 没有了豪客支撑 赌船生意渐渐衰落 如今就只剩下4艘赌船 每晚在香港海域徘徊 镜头前这艘新黄新号 就是其中一艘没落的赌船 由于赌客人数锐减 陷入财务困境的船主 拒绝再支付任何管理费 香港海事处因此在一次安全检查中 勒令赌船暂停服务 包括船长等46名船员 至今已经被托薪 40万美元 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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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黄新号船员中 20人来自乌克兰 18人来自缅甸 还有8名中国人 船上食水 食物和能源供应不稳定 让滞留海上的船员 犹如被关在一座监狱一样 船员们计划在近期内申请法律援助 将船主带上香港法庭 通过法律途径 尽快讨回拖欠的5个月工资 以便能够早日回家